嗨,大家好,欢迎来到Horse Garden 每年的10月至11月底 又到了给所有的素根花卉清源的时间了 今天的这期视频就来分享素根花卉过冬前需要做些什么 为什么需要修剪和清源的好处 说到素根,大家了解多少呢? 什么是素根植物? 用通俗易懂的理解方法就是 植物根系在寒冬里可以在地底下安全的冬眠 春天到来时会再次复苏的植物 就叫素根植物 素根花卉与一年生草花有什么区别呢? 素根花卉基本都是多年生草本 种下益株后会不断地自行繁殖 年年开花一生长 而一年生的草花就是不能过冬 生命周期只有一年 春天还需要重新播种种植 一年生草花抗寒能力特别弱 比如香雪草,鬼榛草,翠蝶,矮,牵牛 这类草花基本都是一年生的 通常都会是季节性种植 素根花卉生命力顽强 亦栽培亦生长,低维护 是园艺种植中不可缺的植物 那么素根花卉分为几种呢? 它们通常分为长绿素根和落叶素根 长绿素根不难理解 就是冬季时叶子依然保持绿色的 不受外界气候温度影响 比如蓝色勿忘我 大冰菊,几皮花,薰衣草棉,金光菊等等 这类到了冬季叶片依然是绿色的 就属于长绿素根花卉 而落叶素根就是冬季无叶 土表以上基本会枯萎 而根系却依然有生命力的草稳 就是落叶素根花卉 比如勺药,玉沾,喧草,花,菊科等等 素根花卉的优点就是在不适应的环境下 比如热啦,冷啦 它们就会变成一种自我保护模式 让养分水分回到根系 慢慢进入长时间的休眠期 当生长的温度环境适宜时 它们就会再次焕发生机 特别是新手的花友熟悉这类草花后 不至于误认为它们干苦就是坏死 于是去清理它们的根系 或者是爬土在上面重新种别的花卉 比如这颗荷包牡丹 它无法度下,早早就枯萎了 但它的根是有生命力的 所以千万别以为它死了 于是去清理它的根 像这类在夏季里 就开始进入休眠的落叶树根炒花 为了避免误伤可以插块标签牌 只等春暖花开始 而旁边的这些粉色勿忘我是长绿树根 所以依然是绿油油的 一整个冬季它都是这个样子 了解了这些那就开始干活吧 选择一个秋高气爽的晴天 每天一点 不要等到霜冻到来时才开始 那真的会很辛苦的 基本的清源需要做什么 一、修剪落叶树根枝叶 二、控制植株灌服大小 三、清理串根 四、长绿树根苗留大去小 方法很简单 所有落叶树根花卉图表以上 凡是干枯枝干的 只需保留几公分下剪刀就好 就像这些勺药完全不用担心过冬的问题 因为它们的抗寒能力实在是太好了 而此时的修剪可以帮助整个植株养分回流根系 为来年的春天爆发做准备 勺药的修剪不易过早 比如花后修剪 也不易过晚 比如叶片完全枯萎后才修剪 就像现在这样 渐渐变红老化时才修剪 最佳 有些植物花败后还需保留叶片 持续产生光合作用 花后到入冬前的这个阶段呢 是养根期 就比如勺药 还有求金花卉 郁金香百合等 都是不适合太早剪业去赶的 所以说想要种好花 就一定要先了解它们的生长习性 在对的时间做对的事情 并不是一味的浇水和施肥 才能养好花的 郁沾花也是落叶树根 开解吧 那些灌服太大的 修剪后就可以挖出 进行分出繁殖了 这些串根串苗的 可以全部清理掉 清理出来的幼苗 也可以重新定植到 你想让它来年开花的地方 而过于密集的空间 是不利于植物生长的 养分增强不足 透气性能差 不但容易生病 而且后期的花朵 也会弱不禁风 Anabella绣球也是树根植物 属于桥木绣球落叶树根 此时虽然它的花朵 已没有太高的欣赏价值 但最佳的修剪时间还未到 可以把它当干花 继续地欣赏 冬季到来时再修剪 去年做过一期 非常完整的修剪视频 感兴趣的花友 可以翻阅下方链接哦 每种植物都有生长的需求 有些树根草花花败后 种子落地会自然生根发芽 比如蓝色雾望我 楼斗花 还有一季花期的白色玛格丽特 它们都是我园中不可缺的懒人花 每年的花期从没让人失望过 看看这一大片春花后 种子落地发芽的白色玛格丽特 密密麻麻实在是太拥挤了 感觉都快透不过气 像这类长绿树根苗 想移栽定植或者保留 那么就坚持留大去小的原则 大苗在春季的生长速度会飞快 这时需要把那些小苗通通清理掉 实在是太多 该扔的就得扔 该留的就留 不要舍不得 像这片大苗可以挖出定植 给花坛做个新的规划 明年又是一片花海 前提需要考虑的就是 它的植株高度约50厘米左右 花期是6至7月 花茎布置适合做中茎 如果前茎无花 不影响植物间的光照 那么就可以随意种植了 反之如果种植后 来年看到影响了其他花卉的生长 春季时必须很下心来 清理也不迟哦 种植就是这样 边种边调整 如金光菊 大冰菊 堆心菊 这类菊壳类 长绿树根 此时只需剪掉残花即可 需要进行分株移栽的 就在这个世界进行 清源非常的重要 修剪残花残枝的同时呢 进行来年的重新规划和定植 这样在有限的空间里 就会收获不一样的美景 想要种好花就真的不能偷懒 花坛的整洁与否都靠日常修剪和清理 而年末的这个清源是全年中最重要的 所以不要忽略了 看是简单的活儿 看像这个满天星 它再晚一些就全部都会枯萎掉的 在接近尾声的时候呢 就给它剪 剪的话呢 它基本上冬天是光秃秃的 那它的根在夏点是好的 还是有生命力的 就是在睡觉嘛 然后的话呢 上面的这些就一定要把它清干净 让它养分回到根系 这样的话呢 来年才会长得更好 这个时候呢 像这个满天星 是不适宜给它进行分栽的 它还不像有些花呢 它可以动根 满天星最好是在春季的时候 发芽的时候 在给它进行分株 如果你想要给它分株的话 满天星的品种很多 有一些的话呢 是一年生的 有些是多年生的 我的这个呢 是多年生的树根草花 而且它是落叶树根 所以这些是要剪的 了解每一种花的习性呢 你才可以在它对的季节 给它进行播种繁殖 分株定植 就是如果你不了解它 什么时候想动它 就动它 那绝对就是一种 对植物和花卉来说 就是一种伤害了 所以种植说难也不难 说不难也难 包括丝草 丝草的串根特别厉害 中草药它串根特别厉害 就是如果不进行清源呢 它就会根串的到处都是 那么来年的话呢 别的植物跟它也在增强养分 如果前期不清理 越往后再清理 它的工作量就是很大的了 丝草有一个好处 它的根也是浅根 像这种串根的植物 判到哪 长到哪 了解了什么是树根花卉后 那么就行动起来吧 该剪的剪 该留的留 好了 今天的视频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也喜欢呢 请记得点赞支持 并订阅我的频道 一起开心种花养花 我们下期再见了 谢谢 motion Should in 如果 爱 你 Cross if you 磅 适 卖